就是说 把这个 把这一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好了 因为把旧的留下来 两个比对一下 那我要怎么样把 综合练习的这个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到后面去 你按右键有没有 右键不是有一个那个什么呢 移动 或复制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复制到 不过 我是 这个方法我觉得 不是很好 如果你要快速复制工作表的话 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1 点选综合练习 左键按住不要放 2 拖拉到最后面 这个时候请你多按一个Ctrl鍵 Ctrl鍵应该知道 左下或右下 左下那个 Ctrl鍵 按住不要放之后表示什么 你要复制 放开之后的话呢 他会多一个 工作表 这招很管用 因为我经常用 常常要拉很多工作表 以前要右键 复制或移动 然后他问你左边还右边 然后你不知道左边还右边 要乱选 选完还要移来移去 其实最快的方法 按Ctrl鍵拖拉比较好 再拖一直拖 如果你需要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工作表 当范本 范本做完之后 其他要产生很多个的话 其实用拉的比较快 记得关键是按坎售键而已 其他没什么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小技巧 你如果转过这个小技巧 你会发现 这个做起式栏还蛮得心应手的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把这个 名称 它叫2 我把它改成 TEST 刮符后面 改一个TEST 那意思就是说 我后面要用的函数是TEST 这个TEST函数 其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的话请你把 刚刚的这个练习里面的 资料全部删掉 删掉 选取它之后把它删掉 然后呢 再来我们换另外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主要目的是 第一个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里面比如说它不是三个字 那我要把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变三个字 一般会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 把这两个储存格选起来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这边的话有一个所谓的制定 那制定的话特别注意喔如果你要三个字 记得呢 在 制定的地方呢 补三个零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我要三个字 那四个字大概一直累退 你要几个字的话 你只要输入几个零就可以了 这个是一个规则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喔 084 007 有没有发现 那这个是 利用那个什么 利用那个格式的设定里面的 按右键 除了格式里面 制定 三个零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会产生我们要的 三个 三个数字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你如果现在串接的话 会不会达到我们要的 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 假设你想说 像刚刚同学问说 老师我把后面的已经把它改成 三个啦 那我把它串起来应该就可以 所以你会 可是你会发现 等于 09 end 所以end什么呢 end一样是电信业者 再end什么呢 想出一个-的符号 然后我先串 end 先把门号区码串进来 那因为他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084 有没有 那你想说串进来 应该会是 什么就084嘛 不过你打勾看一下 奇怪 怎么还是84呢 关键点来了 你刚刚做的这个 储存个右键 储存个格式 这个所谓的格式意思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说呢 你只是 针对 表面上面 做格式化而已 实际上里面的资料呢 还是84 还是7 那怎么知道是不是 有没有改变 你游标放在 初春格上面 他会在资料编辑列里面告诉你 里面还是84 他并不会因为说 你格式改变 他就改变里面的资料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改变里面的资料 有个方法 就是我刚刚讲那个TEST函数 TEST函数呢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 真的帮你把格式里 就是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改变成你要的那个资料 OK 就是靠TEST来做 那怎么做 也许你可以在旁边练习一下 插入函数 一样找到文字函数里面的 向下找 TEXT 这个 TEST函数 他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有没有 他会请你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请问一下你的资料在哪里 我的资料在这个 G4 第二个问题是说呢 Format TEST 意思就是说 你要把它格式化成什么样 是 那因为我们刚刚不是 右键出的内容里面 000 实际上那个就是Format TEST 你就把那个Format TEST 放在这个地方 000 记得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前后要加双引号 因为他一定要是一个TEST 所以未来 如果你那个 就是 参数前面 会有那个什么TEST 请记得一定要加 这个 双引号 那做完之后呢 他会把 本来84的 数字 借由这个格式 转成底下 看到的 084 其实重点就是 他可以 除了帮你把数字转成文字之外 也会多加一个格 你的那个Format格式 这个TEST之后 就是真的转完了 OK 所以呢我们可以 把它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他里面出现的就是084 而且是确定已经转完的 那我可以把这个概念拿到哪里呢 拿到这个地方 在哪里呢 在这边呢 再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TEST函数 然后Value的话就放G4 FormatTest呢就放什么 放000 按确定 084出来了 那后面的部分呢 一样把公式复制 因为后面 H4跟G4的 逻辑一样 所以我一样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来 然后呢把这个G4改H4 打勾 有没有 向下填满 马上做完 相对于 刚刚的方法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方法好像似乎 应该 简单很多啦 OK 而且公式变短 使用的函数也只有一个 TEST 不过观念就是说 未来如果 你在格式里面能做的 像刚刚那个格式里面 按右键出售格式里面 制定的这个讯息 通通可以放在TEST 那TEST主要 跟格式的最大差别是 格式只有改表面 TEST是 真的帮你改成 你要的那一个结果 OK 两者差别在这里 两边是相通的 所以未来如果说 你们会用到制定 那个什么格式里面的 还有其他的 通通都可以用TEST 帮你转换 所以这个函数还蛮重要的 用到的几率 其实还蛮高的 OK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先把格式试着改成制定 打三个零进 按确定 这个是改表面的 真的要改的话你可以用TEST TEST函数 给他G4 后面呢 就是000 不过呢 Format test 一定要记得 前后要加 双引号 这是 两者之间的差别 OK 因为这样蛮多同学 都忘了打那个 前后双引号 而产生错误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你就把 刚刚的这个范例 前后就是改成 用TEST来解决 你会发现公式 其实就短很多了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 利用